好,各位同学,跟Abel一起来读中国上下五千年 The History of China 第一篇盘古开天地 盘古开天地 人们提起古时候的事 总是先从盘古开天地说起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 天和地是连在一起的 天地间一片混沌 一片漆黑 分不清上下左右 就好像一个浑源的鸡蛋 这个鸡蛋的中心 孕育着一位伟大的英雄盘古 Hilo 盘古 他在里面足足待了一万八千年 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来了 他睁开眼睛 而且乐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盘古感觉不舒服 Not comfortable 一怒自下 抓起身边一把大虎 用力一批 只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声 的这个巨响 声响 鸡蛋 被批成两半 那鸡蛋清 来看到这一边 鸡蛋清而纯洁的东西 就不断的向上飘升 变成了什么 蓝天blue sky 另一些重而污浊的东西 渐渐下沉 成了大地 在S 盘古为了不让天和地重新合拢 就用头顶着天 用脚踏住地 他每天长高一丈 天也随之身高一丈 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 盘古已经长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身子足足有九万里长 而这时 这个就是盘古了 他拿着虎支 把像一个鸡 像一个鸡蛋的这样的一个天地 一个宇宙把它披成两半 清而纯洁的就升为blue sky 蓝天 污浊和重的呢 就往下沉 变成了S 大地 OK 我们来看 等一下 来看到这里 那 这个 很久过去了以后呢 天和地啊 已经分 已经分开的什么 很远了 不会重新复合了 盘古这才放下心来 也才发现自己 已经累得什么 筋疲力尽了 终于有一天 他 轰的一声 倒在了地上 死去了 盘古 盘古死的时候 头朝东 脚朝西 平躺在大地上 他高高隆起的头部呢 化作了气势雄伟的泰山 四肢也都变成了各地的名山大川 他的两只眼睛变成了什么 鲜红的太阳和银色的月亮 他呼出的最后一口气 化作了风和云 最后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隆隆的雷鸣 流出的汗水变成了雨水和干露 他的头发和呼吸是散 这个是闪烁的星辰 雪月是奔腾 这个奔 奔腾 温腾流淌的江河湖泊 金脉是四通八达的 什么呢 我看一下 四通八达的道路 鸡肉是肥沃的土地 田地 皮肤和汗毛 是脂肪叶茂的花草树木 牙齿和骨头 则是金银铜铁 还有玉石宝藏 那这呢 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 那关于这个故事呢 它只是一个传说 故事里的盘古 虽然呢 只是劳动人民 用丰富的想象力 创造出来的神话人物 但它却象征着 人们征服自然的伟大气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就勇于开拓创新 而且执着无畏 这关于 第一个神话故事 盘古开天地 那解释了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 像这个圣经里面的创世纪 对吧 我也经常阅读这个Holy Bible OK 那我们今天呢 阅读呢 就到这里 关注我的Channel 每天呢 跟我一起读中国历史 Chinese History OK Mating for you 拜拜 拜拜 拜拜